你好 歡迎收看10月23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如宜慧 花蓮市區最近有好幾個路口都裝上新型的攝影機 引起民眾關切說警方是不是要加強取締違規 而對此警方表示說 新攝儀器是用來追查可疑車輛的車牌辨識系統 不是取締違規的用途 花蓮市區最近出現了好幾支新式的攝影機 引起民眾關切 並在賴上風船市區所偵測的是新式感應月線照相機等訊息 懷疑警方是否要加強取締違規 所以行車路過都會特別小心 但其實這些新型的監視器是專門用來追查可疑車輛的車牌辨識系統 並不會用來取締違規 華蓮縣警局表示從107年開始獲中央華東基金補助2000萬元 在線內39處中央路口以及連外道路 裝設了85支車牌辨識攝影機 將會記錄與追蹤可疑車輛 並分析路徑軌跡 大大增加警方的辦案效率 目前這套已經今年已經完工了 現在在驗收 在11月就可以上線 那依照我們華蓮縣路口監視器設置管理辦法 這個監視器的部分主要是在做自安需求部分來設置 所以它設置的目的是犯罪真法 並不是開高發單 這個請民眾可以安心 華蓮全縣目前已經裝設5146支攝影機 分別部署2000多個路口 警方強調雖然不會取締交通違規 但希望民眾遵守交通規則 要是有發生車禍意外 還是會從相關監視器畫面依責任告發 記者 許立晴 花蓮市報導